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朴利基 听过千里寻青的故事吗 我去过波斯 天竺 斯巴达 罗马 埃及 仙罗等等一百多个地方 都没有停下脚步 我指着最后的希望 皇宫 但是我压根没想过 过初是还未结 竟然遇上个酒驾的 皇上带回来一个女子 那些妃子啊 精的那下巴都已经掉进去了 是 皇上只能带了一个女的回宫 不 我不能接受了 这不是真的 可 又疯了一个 其实也不能说是带回来 是抬回来的 太医院现在忙前忙后 都在给她做治疗呢 宫外每天都有那么多出身后的人 皇上为什么偏偏救她 为什么你长得特别美 你跟我说实话 又为你说中 对了 我还打听到了 这个带医院的刘瑾妍已经下了诊断 说这女的再也醒不过来了 成了只五人 那哪也不早说 放心 她一定会醒过来的 不然没法演了 醒一下姑娘 醒一下姑娘 姑娘 醒醒醒醒 那她要是醒过来 不就没我的戏了吗 放心 你的戏份不会被抢的 悲情戏也是戏 不不不 按照你刚刚说的那样 女人美得跟整个一样 那接下来的剧情我也能猜得到 什么剧情 等她醒过来 就会获得名分 加入后果 才别我们战胜龙飞 获得太后的青睐 再生个一儿半女 从此走上人生的颠缩 而我们全都成了她的悲全 下一步她就该失忆了 是哪儿啊 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你们是谁呀 我又是谁呀 以我多年以来的阅读经验 按照剧情的发展 失忆的女人一定会爱上 第一个见到的男人 什么玩意儿 还有这一说 莫菲姐姐 你快帮我预测一下 接下来的剧情啊 按照这个剧情发展 比较难猜呀 不过我知道一些常见的老狗 比如一个女人 不管以什么姿势 什么时候 什么时间跌倒 只要身边站个男的 她们最终都会乌龙的 亲吻 老爸 啊 都整成这样 按剧情发展 朴利基应该要找回记忆了吧 这世界很酷